您好 这是黄玲清 欢迎收看中天五间新闻 今天新闻头条重点就要带您来关心 在昨天这个重大案件的结果 也就是前总统陈水扁的龙潭购地案 还有陈敏轩的买官案 最高法院是分别判处了11年以及8年的重刑 而且依据现任元首领域条例来看 这个三审定验之后 陈水扁的领域将要全数取消 而台北看右组表示了 昨天晚上9点多 国安局派驻在这个所内的总统随护都已经撤除了 而未来陈水扁的待遇 和其他兽型人是完全相同 龙潭购地案三审定验后的隔一天 台北看守所外出现零星扁迷 高喊口号停扁到底 但这似乎没有办法给予陈水扁支持力量 因为在宣判过后 他的心情明显受到影响 他知道之后 其实是没有明显起伏了 一反常态拒绝外出运动 或许是因为三审定验之后 陈水扁的现任元首领域全数取消 就连在看守所陪他两年多的特勤随护 也在11号晚间9点全数撤出 让陈水扁大受打击 另外索方也表示 在现任元首领域取消之后 未来陈水扁的待遇将和其他人一样 等待公文一到 就准备将他送到台北监狱发肩执行 终于新闻黄剑 我是许晓川SN小组 台北采访报道